科技电商巨头亚马逊创始人即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宣布 他计划卸任首席执行官 在今年第三季度转手教会副手安迪·贾希接任 他自己则转为执行董事长 不再接管亚马逊的日常工作 这是这家公司最高层领导人的变动 深受各界的瞩目 请看评论 贝佐斯是一位十足令人敬畏的企业界鬼才 27年前 他从一个小车库炒上了一家线上小书店 却开发出Kindle阅读器 迅速成为数位图书阅览系统的老大 随后又借助Echo和Alexa数位助手开创了社会音箱市场 转而多元面向经营 成为互联网零售业之巨霸 去年初 亚马逊市值突破了1兆美元 由于疫情更促使业绩暴涨 在12个月中股价上涨了70% 如今市值已超过1.6兆美元 贝佐斯是亚马逊最大股东 持有12%的流通股 个人竞资产为1960亿美元 仅次于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为世界第二自由的人 贝佐斯的创业历程充满了传奇与佳话 他曾以356亿美元离婚费创新记录 但在今年7月20日 因为亚马逊股价大涨7.9% 而让他一息之 身价暴增了130亿美元 拥有巨大财富 难道贝佐斯要退出亚马逊经营权了吗 显然不是 因为他在给亚马逊员工的信中会提到 我打算把精力集中在新的产品上 从新产品一词 以透露出贝佐斯心中 怀有雄心壮志的新企图 它极可能要让亚马逊的业务发展 更加扩大 目前亚马逊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电商外 涉足的企业包括网络服务 消费电品 图出出版云端计算 以及连锁超市实验店等等 而接替贝佐斯的贾西正式网络服务 AWS领导人 AWS去年赚近135亿美元 占亚马逊全年总利润的一半以上 所以贾西绝被等闲之辈 近年来亚马逊因发展过快 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有员工在配送中心 在于过低问题遭到反垄断的调查问题 以及被质疑是否盗取用户隐私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将假机去应付 而不需要贝佐斯再去烦恼了 政治壮年的他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 是相当明智的 以后他可以放眼天下 专心为亚马逊思索开创更宽阔的领域了